我需要小精灵来当我的村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哈尼 小精灵需要个睡觉的地方 所以 哦 好的 开店了吗 姑力 不 哈尼 这是一家炸鱼薯条店 可是我们的鱼卖完了 所以只剩下薯条 好的 你继续忙吧 我一整晚都没睡 抱歉 可可 哇 你们这里面真的好挤哦 真的蛮挤的 我可能得要搬走了 你们知道吗 隔壁刚刚新开了一家炸鱼薯条店呢 你听到了吗 喇喇喇 我们就要去看看 看起来不错呢 我正在盖房子 这栋房子不但有楼下还有楼上哦 太好了 正好小鹰正在找地方住哦 嗯 嗯 根据三十 是我一毛钱都没有哎 嗯 也许你需要工作 对啊 我可以当布丽的服务师 那请你照顾玻璃 好的 拜呦 你想学怎么做顶面的栈栏吗 玻璃 小鹰 你需要人保护吗 你得不要 谢谢 好的 卡丽老师可以给我小精灵了吗 走吧 我们去看看 哇 看起来好棒哦 是不是能再加点东西让小精灵更开心呢 有了 你们点的茶来了 谢谢 炸鱼薯条快做好了吗 快做好了 可是鱼卖完了 哦 小鹰 这是你的薪水 辛苦你了 谢谢布丽 嗨 小提 这些钱是我这个月的租金 哎呀 我带了薯条给你 是哦 好了 我要回去工作了 你想吃炸鱼薯条吗 布丽 你需要人保护吗 还不要 好了 对了 你们想吃炸鱼薯条吗 三兄弟 好啊 麻烦了 给我们多一点 我们有一支军队 好的 但是只有薯条哦 因为鱼卖完了 好的 布丽 跟随三兄弟要很多炸鱼薯条 来喂饱军队 哇 好啊 这几大包薯条应该够了吧 够 一大包 两大包 三大包 这太惊人了 你做得好漂亮 现在可以请小精灵住进来了吗 当然可以 这太美妙了 保护罗马人的工资好像有点无聊 也许我们应该改成侵略罗马人 可以哦 五大包 六大包 好了 小精灵 请送去给三兄弟 哈达布丽 小精灵会守护着所有居民 啊 小精灵别够人 你会踩到我的村子了 三兄弟 啊 村子需要你们保护 走 会儿踩到你 会儿踩到你 好 大兄弟 耶 哈 哦 嗨 三兄弟 手条送来了 抱歉 我们的鱼卖完了 耶 还好有鱼卖三兄弟的保护 老师 我不会建议你坐在我的船上 哦 谢谢 我不会占用太多空间 我是一位渔夫 嗯 我看得出来 钓到鱼了吗 还没 没关系 只要有耐心 一定会有鱼上钩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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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